欢迎回来 在这里是由网易报酬主板TV为带来的风暴英雄全民实力赛下季在全国总结赛的比赛直播 我是今天解说Q讲 我是Nostali hello大家好我是Nova 好的那接下来首先会给大家带来的是季竞赛 是的三四名也是关系到钱的问题 嗯 然后是有HM来自上海的HMD战队对着武汉的ANM 这两对我实力应该还是比较接近一些的 应该不会出现像上一局这样的碾牙的局面 不过我觉得还是上海队可能实力更加高一点点 对 HNA的话总体上来说实力应该比Hosley稍微弱一点 但是也弱的不是很多 ANM的话总体上来说可能在四次战队里还是偏弱一些的 主要还是要看他们怎么发挥吧 看阵容其实关系很大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HMD的出阵人员 那是SOA4的刺伤行人费塔网的辅助力迈肉的屠夫的战斗星 Neptune的战斗星以及Jason的刺伤星 我说这个屠夫哥长得好沧桑的感觉 35岁大叔啊 就21岁 不要看照片 张雨昇 诶 他们怎么换位置 前面我看打慕拉丁的都是这个Jason啊 就之前我觉得是卖屠夫去打前排 但是今天都是Jason在打前排 那现在看到的是武汉ANM的人员情况 来自这个FIFBOSS Sama的刺杀型 SCHO的战斗星 PS13ABY的刺杀型 Zutami的刺杀型 以及TUTU的刺杀型 嗯 这个 两次队伍看起来还都是那种 挺 挺老的 那种感觉他们的队伍 怎么说 看起来挺老的 是挺老的 都看起来平均年龄看起来不大 但是为什么看脸看起来都很那么沉沉的 他们 他们没有一个人比我们两年纪大 我知道啊 但是为什么看起来会这样呢 这个视觉效果有问题 这只是看起来那么一张地图 回去我要嘲笑涂夫哥好不好 练生的21岁对吧 我们28岁我就在 我觉得我看起来比他们都稍微年轻一点 这是错觉吗 好不好 太自恋的一点 不是说明东这样保养的好 不不不 我从来不保养呢 什么叫保养 你以为是妹子啊 那就天生丽质对吧 不不不不不不 只是看起来有点小而已 其实已经很老了 哎 但我已经快30岁了 简直可怕 光阴如梭是吗 这图夫哥看起来35岁大叔好不好 事业有成 然后 那种感觉 你看21岁 不是说那人家是照片没拍好呢 对不对 不要这么说人家 这边手帮扎扎扎拉 不上照对不对 说的有道理 哎 这边要重新看一下吗 应该是要重新看一下 哎呦看到一个中师92名的 有人掉了 团了其他的都没有亮出自己的框 那个92是团联的 还是正常的单排 单排还是有点实力呢 没 现在中师好像我觉得 现在都没什么能打 中师主要 20 20以前的我都不认识 比如说20以后的 中师都没什么能打 他们主要前 排前面的嘛 收不到什么人对吧 然后排排后面的感觉 就没什么动力 稍微打下就掉回钻石去了 然后要重新开始打很烦 好的这边前面的应该搬选是 还是复盘的 抓住了 这边看手办什么 你也不先谈 不是 就就前面刚刚就搬了人 如果你搬人还不复盘 我就感觉你对自己也太没自信了吧 是的 立马换个战术 看到了立马换个战术 哇 这边搬了个人 你觉得换战术 单一个 有什么战术 看到搬战术 我本来要选择战术 那我立马换一个套路 套路准备的要多 出门打比赛 首先要准备要充分 先把干粮什么都带好 不是我觉得 他们应该已经有这个准备 我觉得扎战术 现在天梯都 感觉都不太能上 这边搬了你复杂的 这两个东西啊 下个版本全部被砍了 嗯 不要砍了呀 你赶紧 枪打出头鸟 找点东西 先出点几个新英雄出来 对吧 你变相的砍一下他们 小龙虾呀 小龙虾太慢了 还有等 小龙虾是少 高坚果啊 高坚果啊 高坚果 我想到要等十天 我就觉得要弹死光头哥 嗯 你这眼睛怎么了 我刚刚不是说吗 我最近你现今带有点多 所以发言 吓死我 吓了我一跳 哈哈 现在观众朋友们看不到她 她的眼睛 对 镜头那个看不出来 这边 哦 凯瑞甘很牛啊 进攻性很强 这两手 这个图上凯瑞甘没什么问题 还有十几天来上新版本 我最期待的是明天就可以玩上新版本 不是啊 那个高坚果出了我也不想玩 至少能新地图是不是 新赛季有个打的盘子 不是 讲到里小龙虾还可以啊感觉 你踏了虎虎 我觉得还可以啊 看主要是看瑞池玩 感觉特别的带感 至少她有个盘头在那边 对吧 现在都感觉在赛季末都没什么充值动力 别人一般都是赛季末了 冲一波分 冲一波排名 现在好像确实没什么充值动力 不是啊 就是有些人就觉得 哎呦 反正我也打不到 把奖励拿了 他是看最高奖励的 对啊反正我奖励拿了 我再冲高反正也就那样了 对 没什么 没什么新英雄玩 如果有四五个新英雄现在出来了 那我估计会立马有很多人在体验的四五个新英雄 对吧 好搬到马丁 这边老狗加黎敏的话 应该针对一下后来 并不是因为新英雄出了玩的人会多 而是因为英雄多了之后组合就多了 对 你就不会这么单调了 你每天都在看一样的组合 很无聊 不过前提是新英雄要强力啊 你要是像之前一轩姐姐那些新机的那些英雄出了 他多出几个总会找到一个会很强力的吧 相对来说这个对比 不是我跟你说按照之前的感觉 就新机出来的感觉都有点推 然后暗黑的都猛 一出来就猛 然后魔术的就那样 你不觉得吗 现在新机的下一个守望的英雄 这个感觉还可以 查理亚感觉还可以 对 守望那个怎么做 就不知道伤害了 他是那个Q是守望里面的右键 然后W是 他见过查理亚的好不好 我没见过 不是他不 他那外是不清楚 那个他具体的分望里面的分布 不是他大招不是重复了 他大招不是把人吸在一起吗 对 还有一个大招是把人推开 是把人推开 不是 把人吸在一起不是跟加子鲁维一样 他不用运 他自带吸 自带吸 不停的吸 不停的吸 赶紧出了 查理亚加加子鲁维 吊炸天 好的这边 舔王拿到了自己的最爱 然后加上增养了 这边德哈卡又出场了 最后补一个 三进战 这边 他为什么还不针对对方的德哈卡呢 他们说不定 没有好好关注前面的比赛 对不对 主要是查理亚那个大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很奇怪 就是他那个大 如果一直拖的话 会不会太bug了 跟屠夫的群拉一样 好的 那生活选手准备完毕 我们进入到比赛当中 肯定有时间限制 肯定有时间限制 好 你现在收看到的是 H&D对阵NN的比赛 那穿基图左边 蓝色方的是 这个 H&D 他们的阵容是 前排的 泰瑞尔德哈卡 进次桑亚 后排的黎明 以及辅助雷迦尔 而穿基图右边 红色方的是A&N 他们的阵容是 前排的EDC 顶色的丹哥 和凯瑞干 然后后排的泰凯斯 以及辅助卡拉基姆 A&N选了一个纯莽夫阵容 那我觉得这个阵容 怎么看的不太靠谱 这个盗魂女王没目标 你连德哈卡连不到 德哈卡可以钻地 连 他只能拿这个桑亚出去 10亿后桑亚 就反手交错了 哎呦直接舔过来 还好 没位移 现在 其实当前版本 德哈卡是个比较厉害的英雄 他主要能够扛 只有能 有个很强的单体 而且 这个控制 要远比于什么 穆拉丁这种控制厉害多 舔到没有进化 就很难受 控制时间久 关键他还可以拖拽 关键会让你位移 穆拉丁就把你捶在原地 你队友还是可以过来救的 但是他这个可以把你推往后拖 你基本上 如果说来救的话 有的时候都救不了 是的 我相对来说 他这个Q的难度 也比穆拉丁的Q要高很多 这个就要好好练 上面有点危险 被卡 为了旋风旋风斩 直接跑 好 德哈卡过来救一下 用的好的人 舔得准的人 就感觉这个英雄特别强 德哈卡的AOE很足 舔到了 德哈卡过来补一下 这凯子干死 诶 他还是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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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死了 死了呀 这个凯如刚干嘛 专业解说 是不是要下半战 我知道他要嘲讽 我已经看出来一切 这个凯如刚干嘛 他嘲讽啊 跳回程5 是不是 是不是这种 回来的 我其实觉得刚刚是 SOA感觉上要转旋风斩 可以自己主动断一下 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时间 对啊 他主动断一下放个W不就好了吗 路期应该是够的 或者放个Q也一直也行 这啥都是 他以为自己跑了 你知道吗 然后在那边跳回程5 然后说要QCD好了 不要你跳回程5 没有识别乱嘲讽 这个血的教训告诉我们 这就是啊 传说中的装逼不成反背 对吧 反反背什么 请你说说的完整一点 不然观众不高兴 不是 这个会不会和谐的 我就手动和谐一下对吧 这个观众 这就是喜欢听女生说W的字 字眼你知道吗 这解说台上面 是不能出现那些字眼的呀 所以我们要手动和谐一下 这边伤雅被晕住了 哎呦 这伤雅的走位 S型走位 但是碰到一个耽搁 诶 他都少个人的感觉 嗯 得二个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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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呦 这是个满夫 不讲道理啊 黎敏能起飞吗 黎敏杀一个 我觉得都收了 两个 再来一个 诶 诶 这个黎敏不敢往脸上 不敢往脸 不敢往脸上 不对 他还没到积极 他要往脸上跳的 不是 他往脸上跳技能才能中 因为他中间有很多地方 把那个球给挡住了 他只可以往 其实下面 他要往脸上跳的 他必须得跳的 然后往上面甩 我感觉 应该可以 不用的 他这个球 直接零距离 只要打出伤害就行了 零距离也是有伤害 他要跳的 主要是你在脸上Q也很容易中 在脸上Q也很容易中 哦 这双连跳 但是 这埋技啊 有点绝望 说了 杀德拉卡不好杀的 弹哥被舔了 10秒 因为你女王的那个W是有延迟的 但是德拉卡的断力是没有 哦 这个武僧没有地方Q了 死掉了 也死了 这个女王也要走了 不靠谱啊 10以前都打不过 10以后更打不过 10以后桑牙有了减空 你想杀桑牙 呵呵 这边谁都死不了 10以后桑牙开个赛牙的 你随便你控 10以前他们第一波就是因为把桑牙先秒了 那这波Boss打完的话 H&D还是阵容方面可能是有好可能 两个镜次有什么问题呢 两个镜次就是你不知道去保哪一个 而且他们是两个镜次 而且带一个就是 肉质并不厚的那个前排啊 但是打得好啊 打得不好都没用 两个镜次本来对于自身的要求就很高 然后对付出的要求也很高 就是说白了 龙缩率比较低 你万一什么什么走位失误了 特别是凯雷干 但是假的他们这牛头这个肉质啊 也不够厚 你可能一被集火就 瞬间大家在那边抢资源了 也顶不住啊 主要要打得好 他打得好就可以把别人先解缘了之后 才有的打 所以说他很难 两个镜次都玩得很好 镜次位本来就是风暴里最难的位置 凯雷干 凯雷干没什么机会出手啊 他那里出手也没用 二连很难连 出手也没没有伤害 一个五身这么大 泰凯斯带来的可以考虑 这个太队打不死了 这个太队了 他们那边唯一 一个感觉基本就是到十 牛好好跳个舞 但对面有灵敏 这些有圣化也很难 这个跳舞这盘基本上概率不大 他们唯一就是牛跳了很多个 然后凯雷干二连都中了 这单哥被晕了 可能然后泰凯斯 凯雷干二连都中了 死掉了 差两只了 震龙选的有点太拼了 刀锋女王拿的不好 刀锋女王这英雄就是这样 他第一手拿 拿着刀锋就不应该上单哥了 你要不就直接上单哥 不要上刀锋女王 镜次最好只选一个 我感觉一下 我觉得我印的剧本 就是看牛的跳舞 这边先到实际 基本上可以用级别直接压死你 好这边还过来抢野 我给活路啊 生化在手 打吧 全是我的 Q进去 诶 他队友没跟 看一眼 只要是我 我就进去了 一个生化一下叉 他没有那么忙 还是比较稳 他队友没跟 桑牙跟了肯定进去了 桑牙那边安心的清石头 并不想跟 这组野怪还是要分成熟的 很麻烦啊 在这边再清六个 一个圈方圈一下就好 桑牙胡椒 把那个野怪熟一熟 这个桑牙要干嘛 我可看不穿 好吧 他要去守野怪啊 这个野怪不守很麻烦 不 我的意思 这个桑牙的想法 我可看不上 这第一盘朱厚木 他已经教我做人了 好吧 那个鸟人 他已经教我做人了 好吧 罗马不想 不敢揣测他的心理 对吧 这盘他玩的是个近战 近战无非就是两种 一个是猛男 对吧 一个是逃兵 还有一种是灵性的选手 就可以三进三出的那种 只有个只有可以猛 只有可以跑回来的那种 对的 那种是最高的情绪 是的 好生亚兴趣了 生亚旋风产 要不就是猛进去投也不回 要不就是永远不敢上 反正就是这个 坎哥想开团啊 这波坎哥 好羽牛晕得不错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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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泰凯斯还在后面 等Q啊等牛头QCD 泰凯斯可以杀七连 这不杀他 不是牛头QCD 应该好了吧 反杀了好不好 反杀了好不好 他刚刚是没有 晕到这个泰凯斯吧 晕到了嘛 好像没有Q吧 他刚刚只有Q 他是后面才在后面 没有Q在半空中的时候死掉了 不是 我有个很好奇的一点就是 他为什么能被跳这么多个 不不不 这个刀锋女王在干嘛 最后已经跳了三个了 他强行把那个德卡卡 从跳到屋里面拉出来 是啊 他拖的位置不好 刚刚刚好像跳的那个点 有问题啊 怎么样 外墙开下凯斯了 最标准的那种拉法 就是我就先做TOP5 黄金链在上面 一直到那个跳几个 拉二连重击 哇这个蛋哥 他就不用脸啊你 就直接打W的啊 在脚下放个W 这不很简单嘛 不是他只是想 靠背一下三寸的那个操作 我想把伤害打到最满 然后操作歪了嘛 关键是 你要连的话 别人也是在一起的 你这个别人不在一起 你连也只能连一个 就你在脚下放个W就行了 他把这个德哈卡从里面拉出来了 还好这个德哈卡 觉得是适者生疼啊 这样感觉有点打回来的迹象啊 你是刚刚说的吗 他们5如果能跳成功 还是可以打的 就是 刚刚两个大招没给啊 圣化老奶洞 圣化没放出来就死了 他们没跳太多了 至少要出来一个吧 关键是黎敏好像刚刚刚 都大不到放来去了 对关键是黎敏没有分 其实他们这边最好打断的就是黎敏 他黎敏是在外面 但是他好像 圆力波不知道放掉了 还是对方给的进化 放掉了 放掉了 他一开始冲进去 打那个兵营的时候 就放掉了 这是常识啊 黎敏落面对牛的时候 一定要把大按在手里 绝对不能先上来先丢掉 不然你丢的时候 他有个20秒的真空气的 看这一波 到13再过来吧 差一点点啊 投硬啊 怎么就开始忙了 这再吃一个小兵啊 对啊 他吃一点兵啊 这AOE 一个A4个 转机 放的位置不好 要先被秒 投硬啊 赶紧喝口水 还没到13级 你看看这个尴尬不尴尬 就他们那边一个兵 哦 这么迟到了 你不懂啊 跟你一样 要投硬 要投硬 这种叫做毫无智力的马 我的马都是有学问的 你们都是投硬一种 充满智慧 投硬 这边要过来团了 牛有跳 这个情况给的好快 牛奶给的漂亮 生亚救回来 生化 哇 里面这个人是谁 武神奇象拳 赶紧自保一下 出来就死了 耽搁大进去 牛没血 跳个舞 没用啊 这李敏终于学聪明了 留了个大的手里 他是杀了人 好 刷了一下是吧 他是杀了人好吧 原来是这样的 我还想帮他圆一下 不是 其实那个牛 其实就算在那边跳 也感觉 没有用啊 血量太差 没有伤害了 正面还傻 他超那两个 他的队友杀不掉 打不打断 我感觉结局都 不会差很多 这个这盘牛跳不到 跳不到四个 他们正面的团队 这个菜感受 觉得会 不是他必须 我觉得他得先手跳 然后秒一个这样团队的 他要是后手被逼的这种 防御性能跳舞 就没什么用了 对了技能都交光了 这盘他要跳到很多个才有机会 感觉是跟刚刚一样的那样子 先手跳一个秒一个 就能打 这部牛没有没有跳舞 这边这边他们有战斗力了 等级还落后 内宝掉了 boss还有很多血很多血 放个冰环 这边都都得跑 boss踩个冰啊 踩了 哎凯雷刚才还被冰倒了 这边对他没有什么用 没有兴趣 先把内宝 眼里只有下刀 咦 舔了个武生过来 这个效果不是很明显啊 舔个泰凯斯 这个泰凯斯就好 因为他队友都在撤了 他们队友和那个 舔王并没有达成一致 对 但他们等级里面还是很多 差三级之多 他们就是想直接插入那边跑 然后舔王上去舔了 就发现只有身边就一只狗 三级还是有一些难追回来的 两级多 然后就 单哥一列时就感觉没有存在感 感觉插一插开 这两个镜子好像都没什么存在感 隐身那样 这不懂吗 这两个镜子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存在感 大哥未打成辅助了好不好 隐身 全场隐身 没办法 他两级他 单哥就是讲 高 我比别人高两级 一打我 不是 你知道他怎么有声音吗 这对面声音太大了 这个 他上去被舔到直接就死了 这个德哈卡声音太大了 他就 舔到直接就死 舔到没有 没有进化就走了 这个泰凯斯死了 不要看见我 这个泰凯斯应该走不了 哎 血头歪了 立场卡一下 再借 还是要死 哎呦这边走位逼的 黎敏老奶漂亮 这个跳舞被断了 一个大招 黎敏还是还是要早 可以 不少个人啊 因为我感觉少个人啊 可以 三二不断 但是还是打不过 这波转机 怎么可能打不过 这波转机转了半天了 哎 扎一下扎一下 扎一下 扎一下 扎一半天不 扎死了扎死了 妈妈来收割了 Q Q他 打他呀 这两大一是跑什么 打他 你问你能Q呢 不打他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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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凯雷干 要调被耗死 你看他 哎 这也行 这 不是啊 为什么不打他 不是啊 打不过 看到妈妈跑还不行吗 我靠 这两个人真的跟隐身没区别啊 不是 被桑雅的气场吓到了 满血的桑雅你胖了吧 这凯雷干是有状态的 不是 半蓝的凯雷干 加上半血的凯雷干 而且凯雷干是有一个那个 精寨精长的 刚刚 伊利丹也是半血 吸了一口盾好像 对啊 这为什么不打他 吓跑了行不行 不是我觉得桑雅也 他Q应该是没在底下 吓跑了呀 他为什么不用呢 吓跑了 桑雅自己也是邪 能够把凯雷干放走 不是他Q应该手里就没有 我记得Q的 好 凯雷干来复仇了 五个人打一个 剩话 完了灭炉死灰 这怎么办 跑 牛没有跳舞 牛被暴打 被舔到了 完了这个牛走了 牛死掉了 桑雅一个人顶住 对方四个人的火力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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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哈哈哈 东西 他为什么不动啊 他为什么不动啊 反应 不是他为什么要往上滑 他最后死天是滑 快 他早就好滑了好不好 不是他那应该在低地吧 就正面滑一下 我觉得正面就死了 对对就正面滑一下 他为什么要往上滑 给他转了一圈才回来的吧 cd找就好了 cd找好了 反正这个德达卡有点危险 还反填 那么油猛 不是他刚刚W那个位置 其实就可以Q了 我觉得 如果他Q不在cd 诶 诶 这个黎米 黎米有点有点危险 不会不会不会不敢过来不敢 他这个凯温刚才没蓝了 凯温刚才没蓝了 不然他直接跳死了 这边要强行收石头 差两个 收石头 这个黎米又飞了 这 全死了 不瞬间 死了三个 这 这黎米的操作 这黎米的操作 真的就是 简单 好吗 我踩我踩我踩 我踩 WQ 他都没放W WQ都没放 他就EEE 没了 最后最后 最后最后最后 刚刚是谁先死的 看复活时间 单哥罪魁握手 让他自己飞的那一个 让他飞过去吗 你看他的复活时间是19秒 其他都是高于19秒的 所以说单哥是一个罪魁握手 但也差不多 干嘛 单哥先死了 先让他技能抓了一轮 不然怎么可能是飞这么多 123 比B 好 那恭喜圈地 拿下1分 打地鼠玩过吗 噢 砰砰砰砰 没了 好的 有点斜打的 嗯 他如果打的 他如果技能按的快的话 就是 你先丢一个球 然后踩一下 你就会发现 第一个球飞过去的时候 那个目标已经被你踩死了 那个球会撞到后面那个人 就直接炸开了花 就他就是 咚咚咚 标准踩蘑菇 蜻蜓点水好不好 咚咚咚 因为对方的状态好像都比较残了 都没血了 都没了 没了也没了 直接起飞了一个 说了那个凯如刚才没蓝了 都没蓝 都没蓝 另外几个还是有蓝了 关键还站成一堆被AOE 四个人站一堆 我觉得他好像也就那么一小 我管估计只有一个Q的蓝 那个时候什么情况 他们也比只有石头 主要那个 主要那个德哈卡穿过来 那个AOE打得太足了 他们就差三个石头 那个时候都没有人想跑 就想把那个石头收完 这边差两个 那边差三个 然后最后石头也丢了 人也死完了 德哈卡满状态来的 好的 地图选的是诅咒谷 诅咒谷 诅咒谷 诅咒谷的话应该会打得久一点 可以打拉扯的一张图 双方打得都有点拼 然后都有点斜 鞋 这边两个镜子 没有发挥出功能 说一下 塔达林的新高阶领主阿拉娜 可即将加入星际真霸2的合作任务 她将亲自带领塔达林的勇士充分陷阵 把所有敌人都碾成碎片 之前的话那个广告大家应该也是有看到的 非常的帅 我觉得就家里那一幕好吧 作为解说我都忍不了了好不好 二打一手上捏的技能不大 你是想说那一幕 跑呀 看到三亚怕了 赛选躲花呀 妈妈来了呀 这个打得过的呀 是有是打得过的 但她不敢打呀 气势上已经被吓到 妈妈来了呀 我就感觉 这个就感觉是敌方大本营你知道吗 这个三亚冲进去就像下军棋 这个是个boss 三亚是个boss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就像下军棋一样的 各位观众 就对面没炸弹了 这个三亚是司令 冲过去对面没有人改接 都要被吃好吧 赶紧跑 这 这个主要对自己的实力感觉 没有什么信心 两个进词都不敢吃面对三亚 二打一都不敢打 而且她手上是全技能啊 两个人手上都是全技能啊 就除了大招没有嘛 另外的小技能 加上那个天赋技能 都是全技能 人家说比较耸 比较安全撤退这个家 她学的是那个吗 死亡标记吗 应该是死亡标记吧 我也没看到她 现在基本上是死亡标记 没有人学弹刀嘛 弹刀成效太慢 除非那个蒙电联系再回去 一段都要吗 你这个死亡标记 就一直Q就好了 加上那个死亡标记完了 加上凯如干顶一下 凯如干还有那个金带金糖加二点 为什么不敢打吗 比较怂呀 就怕呀 对不对 很正常 这个就没道理 就没道理 这个双雅这样走到脸上 还追着凯如干打 凯如干差点死了 一打四好吗 双雅来的时候 还有四个活着的 她干了两个 然后两个都跑了 对 就没道理啊 不是 她就看到双雅 就像鬼子精神一样 她已经干死我两个队友了 怎么办吧 就完全没道理好吧 气势上面先输了吧 对不对 气势上不足 没有办法 这个气势的问题 风暴选择其实很关键的 就是如果气势不足的话 你就会感觉 你打的会非常的熟 因为风暴就是一个干的 你也没有什么猥琐 什么发育之说的 对吧 是 就是一个见面就干的游戏 所以说 你敢不敢干很重要 对 所以 哎好的 我们进入到足足鼓的BP画面 不知道是谁选的图 把德哈卡办一下吧 好的 那是这个 上海H&D选择图 把德哈卡办一下吧 要了先办先选拳 对 这时候不办估计就没了 德哈卡应该在第一手就 还是就选了 这张图的话 德哈卡优先级很高 不然他玩的也很好 嗯 还是不办德哈卡 不长机型 那十九他们要放扎加拉吗 他把这个拳图飞的 先办了 然后自己可以拿一个德哈卡 其实我觉得他搬扎加拉好一点 不是就可以给对面吗 我是觉得直接德哈卡 直接搬了十九 对面可能连扎加拉都不会 啊 我是觉得就红队连扎加拉都不会 完了呀 拳图里有两个 好那就两个十九加德哈卡吧 对吧 这个阵容我给他配一下好吧 嗯 十九加 这这一手拿个十九加德哈卡 十九加德哈卡 不然被被办了 然后 穆拉迪 哦 德哈卡还放后面 他觉得对面不会搬他的德哈卡 对 那我觉得就牛头加 这个比较好一点 冰冰加德拉图 啊 这个阵容看起来正面就很软 还好还好 他有太软了 没有控制 他有太软了 正面 正面可以活住 好吧 打团不会一瞬间就没有了 不见了 一瞬间不会没有了 这边把牛拌了 这真的要拌德哈卡啊 如果这一手他再不拌德哈卡 我只能说 真的是对对手完全没研究啊 我现在还在还在回忆刚刚那精彩的 你看没有 我就说就是上海队已经吃准 他们那边不会搬他的德哈卡的 就说好了吧 你就不要不要搬德哈卡 这如果 老狗加德哈卡 如果如果受败 就不要笑一辈子 太可恶了 你这种人 老狗加德哈卡 还在想吧 这个阵龙就很全面 住老狗加德哈卡 我觉得 德里麦恩先拿了 也可以 反正对面 对面不会用德哈卡 对吧 对面不会用德哈卡的 也行 先把想要的先拿了 这个事情 对 这个阵龙感觉又被爆了呀 这边 哎呦 那阵龙又被爆了 前期共鸣很难抢到 这个阵龙他怎么选 前期共鸣都很难拿 第一他没有全途飞吃鸡燕的 第二他这个正面没有控制 控不住 鱼子 还有个 呃 这 好吧 那我觉得正面真的软了呀 打哈卡 哎呀 这怎么玩啊 两个飞在这边 好的那双选手什么玩意 我们进入到比赛当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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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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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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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狗宿就 感觉也不太可能会开 要飞过来这边瞬间四个人到位 无少应该是卖的吧 就是死了 无少肯定死了 无少多点时间 时间卖的 他这个阵容 这波抓人的话还好吧 因为他们上路的线 看看狼人能不能吃到点 好 吃到一个吧 这个天赋已经好久没有人学了 这扎兔的这个天赋 这个AOE 他居然学的是 这个好处固啊 这个天赋是以前放大的时候 半年没有看到点这个 丢到里面去AOE 这样造了很多个 就不可能好不好 因为现在大刀距离太短了 就感觉大刀被砍了以后就没有人去 这边要强行过来强野 打四打不过 无少先把自己卖了 看能不能把太短来起来 感觉有点难度 买不动好不好 鸟过来集火一下太短应该就死了 这个黎敏根本不敢丢技能 这个黎敏被鸟被走 又要死了 他在这边烧一会儿 等鸟下一个QCD好了 他就死了 塔利班 对他塔利班可以炸死一个 漂亮 不不不 把这个黎敏换掉 这两个杂路肯定打不过狼啊 杂路消化都没消化了 宣布两个都没看到 我可能打得够 直接就放了 不是 AN要做的就是前期尽量 能够偷到一个狗屏 否则不好打 实际以后出发一波诅咒很伤 这个就看下一个发在什么地方了 看位置怎么样 这个很很大取决于这个位置到底发在哪 哦 杂土有想法要过来抓野 但这个狼的血量还可以啊 看到了 有没有想法 但是狼已经看到他了 啊 他没有他没有学那些司机的 打不过 写了那个自电影 自己要死啊 自己要死啊 鸟已经拦路了 拦路了 血灰 他就算这样应该也是打得过的 他没打 对啊 他怂了不敢了 他没打好 就一鼓作气只有在这种单挑的时候才有用 就他先进去先砍一刀 就每一下技能都要打出那一剂啊 一鼓作气的伤害 放个技能砍一刀 放个技能再砍一刀 嗯 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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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供品要放 实际第三个供品很危险啊 那这样子第三个供品是肯定会抓在下路 靠AN这一边 他们要早点做一个布衡了 不用布衡 一定就拿不到了是吗 上路掉了 等会十几了 怎么怎么打 这粗福哥往夜景脸上吹 没有 试作随便吹一下 哎呦这边要被抓呀 赶紧跑 给他们 头也不要回 哎呀被填了 哦有这个AOE 小网纳斯AOE还是打得多 对 是的 哎呦 卖得还不错这个位置 一换 哎 这黎敏丢了 两个球一个都没打到 不行不行 这个又扶了又扶了 还可以这个小道 小网纳斯输出非常开心刚好 只要黎敏在侧面没人管 还好那个黎敏技能不是特别准 特别准的话 我觉得都 一下子就输了 被阻咒了 哦 他拿Boss换阻咒 对对 我记得话 您接受这个 他只要手 吃天天就行 就被阻咒就是被阻咒了 照样首先就行 这样等于还耗一个你的储备量 这样我Boss拿掉也不会 怪一我一蹦出现一个双轨拍门的节奏 嗯 他鸟人要上去守的 嗯 鸟必须要分路守一下 你看这边就这个 这什么 ANN这边下路线都没有人吃 上路也没有人吃 啊这个 上路那个是感觉没什么 HNN这边三路线都 都有人在吃 是 我觉得上路的话 不吃还在下路这个 感觉说 鸟土过去都越晚一点 现在已经挺难打的 等级还好 主要 主要是那个 这个组织完了之后下一波团 你要打上 啊 老奶可以上了 但是 沉木剑也还行 马上来 追风 哎呀 去到生化上了 哎 就快狼人了狼人 好了 这波有得打了 可以可以 这波可以 鸟鸟没来了 没关系靠平安就行 全属 可以打boss 哦 这波没打过 对于HND来说 是非常伤的 这个 莫拉丁 太自信了 就直接往生化里面跳 这生化都没结束 他就往里面蹦了 嗯 关键是他没到16级 也没有 那个跳晕啊 为什么要蹦进去啊 我觉得等生化没了 然后再打一打就可以了 赶紧跑赶紧跑赶紧跑 没来呢 别接团 要被捶 没捶到 距离不够 刚那波狼人想那个 狼人感觉有点贪了 我想那个刷新大招 我觉得现在这个大招 刷新了大招之后 你可能 第二个大招 你都打不到那个 你想收割的那个后盘 嗯 基本上还是打在前半脸上的 所以说你只要保持你的大招上去之后 能够杀一个后盘 关键性的人物就可以了 他刚刚那一波 那个大不肯放啊 其实早点大 黎明就死掉了 主要也是刚刚我感觉就是 就是说这个太软那个圣块太关键了 是的 那波放的好的话 敌了很多 对面的技能 早在圣地这边就是 等于空了几个很重要的技能 就没办法接这个团了 就空了个吹风 后面木拉丁还自己送上门去了呀 这木拉丁就跳进去了 这五十不多 就前面一开始空吹风还好 就是他那个太急了 这边十三打十三 还有机会啊 其实其实是这个 H&D送了两波之后 你看 就场面上 H&D还是比较主动的 因为他有德哈卡跟鸟人了 这边路线永远是他们的 就场面上就主 还是比较主动一点 哎呦这打招 为什么呢 他为什么要 我觉得他刚刚如果往自己家那边跑 也要死 就狼人直接大了 狼人直接大了 原来就是他叫自己死的 强行跳一下 就我觉得可以牵扯一下 分取点时间 然后他来了完了 前面有可能 可能会被包啊 哎 这肖瓦拉斯为什么不位移过去了 完了完了 这无敌怎么给肖瓦拉斯都不给黎敏哦 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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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个字啊 又蟒又蟒不灭了 哎呦 Q&D这个队伍 确实实力 别人怎么强一些 这个阵容 前排感觉比对方也会硬一些 因为这边只有一个态率啊 嗯 支援能力他们如果是在 就是被单抓的这个情况下 是很难打过 H&D这边 他们必须正面接团这种 然后靠瓦拉斯的大招关好 或者是圣花放好 这样子 来打应这个团 支援能力H&D这边太厉害了 就A&A这边打团 就感觉自己打自己在打自己的 嗯 对 他们本身这边就不能跟对面去打这种 自己管自己玩的 因为对面支援能力太强了 是的 他们现在离16级还留点远啊 在共鸣要放 派罗直接Q过去什么鬼 被打了一套 很痛 圣花还没好 这关要强行开吗 他圣花还没好 可是黎敏珍也没好 可是黎敏珍也没有啊 刚刚黎敏珍扫得开心了 后来一关 这只能全部随心 圣花了又 我去关大招吧这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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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冲锋也没啥用 哦呦 黎敏能不能起飞 飞一个 这个杂土立功了 飞一个 好嘞 漂亮 这波打 诶怎么两次都是这个地方 他们每次在这个地方打 刚刚杂土立功了 杂土 杂土自己学了一个AOE 这个 忽然间就发现一个 AOE打死了一个好不好 让黎敏刷了技能 原来伏笔在这里啊 他那个AOE丢在了那个 叫什么 那个 德哈卡身上 德哈卡开了个W 直接无视 无视 无视体积 直接撞在了那个叫什么 石球身上 石球直接死了 黎敏刷了技能 偷boss啊 不是偷强打boss 有点吃力啊 有点吃力 还是打完了 诶 这个杂土这个天赋 4级你都学了AOE炸弹了 为什么16级 不学两个炸弹呢 对啊 你自然学了这个丢炸弹 总共要有点用嘛 对吧 我知道 他只单纯为了丢的原因 那个不加距离的 加距离是7级的 嗯 那个就是一个AOE啊 嗯 我懂了 他就怕 他就觉得自己命中率低 所以这样的话 即使炸弹丢过去了 还会在那里 你要走过来还会被炸一下 他的天赋很很乱啊 很很混 还好了 反正他也 该学的也有学了 这个卡的不错 而且刚刚也提到了 关键性的作用了呀 刚刚让黎敏抓了技能 也是不错的 有没有招招招招 诶他看到那只狼了吧 招 啊对对对对 好 包个圆 好嘞 这盘感觉有希望啊 打卡机转走 主要是他们两次都在那个小道打 然后被 这边 很喜欢那个地方的AOE 好了 断道了断道了 就 在那条小巷子里面 他们就聚成一条直线 放了吧 425 这个 对吧 还是开团 两次都是那个地方打 两次都是那个阵型 变成一条直线 然后被对面 黎敏啊 然后小瓦纳斯的AOE 血线全部加下去 不过他们现在也不能掉以轻心啊 他们这个阵容 如果万一一根鞋没有崩好 就可能出问题 刚刚那波 就在他们家那波 那个沉默剑我都觉得是 浪费了白放 结果没想到杂图 刷新了对 杂图放黎敏刷了 嗯 诶 第一时间传过去 杂图要烙后锤 木拉丁还没到啊 有胜化 哎呦这个 飞翔的飞鸡 飞翔的梗又来了 飞翔的火鸡 等着他出 没大招啊 这无敌给的西瓦 西瓦死不了了 一口狼男男死了 太热太热太热 太热太热 死了可以炸 炸死你们了 对对 所以不敢打这个 他打了没打死 狼人上打了 狼人硬打了 诶这太热 但我就觉得打死说不定 他们当时就可能会死人了 这一换一 最少一换一 我觉得如果太热刚死了 这波烙后吹零分 烈士情况下还烙后吹 不是关键太热有神话 对啊 他把神话吹到一个点 放个圣化开开心心的 对吧 开开心心烦的 本来 本来放个圣化 队友还不一定进去 对他强 就再聚成一个点好开心 给队友一个精神化的理由 这不二十几了 二十几了 打得强势一点 诶怎么走了 诶怎么开诅咒怎么走了 这怎么走了 他去回状态吗 回状态 不是你回状态要回城啊 你不会去开野吧 喂 这 二十几 不不 不是你这个打对面boss也就算了 那为什么是开自己的F4嘛 二十几盖诅咒你去开自己家的F4 然后 然后 紫拉图还在这边乱晃 说不定还得死 紫拉图在看boss 在看boss 但是 你们不是应该推吗 紫拉图不要骚不要骚 忍住 他要关了 他要关了 我看到这个样子 一定要关了 来都关了 屏障卡一下 屏障 放个Q去 对 卡住帮他们走 跑到三个B咚 圣花了 这里有 圣花B咚 这边圣花B咚很完美 这雷架还没死哦 我知道了 他们刚刚这个 这一组开也是 这个掉53 对 让你觉得 空神智 可以可以 不是啊 野开完肯定是来抓你 不是啊 他开完以后 就是让你今天中 我可以开野的错觉 让他们觉得自己可以开 然后就把你掉出来 我包个圆子吧 我就想说一句好吧 这个 是不是很有智商 土福哥这个队伍 这个 这两个人 实在是有点弱 好不好 弱就算了 还搞事 这个SOA还有这个杰森 就太爱搞事了 好的 那高田搬回一场 这一盘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 好吧 本来这个鸟人 是那个SOA玩的 但是因为他前面 朱厚木玩了一盘鸟 那个鸟 把队友玩的都不想让他玩鸟了 然后换了切身玩 不是 结果发现 一样伤害 不是 刚刚那个鸟的伤害 那个伤害 你看到了吗 我注意了一下 他好像比德哈卡的伤害还要低9000 德哈卡伤害还低 低9000 低9000 不是 这个鸟的那一波灭团吹啊 灭团吹风 实在有点 不是 想法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结果并不那么美好 对吧 不是 就对面首先 就 对面 辅助也在 然后那个 泰瑞也在 主要是没分割 只是往回退 嗯 对吧 就泰瑞也不在啊 对啊 就泰瑞也不在啊 然后四个人一下进去 关键这有太软了 那尽量不要搞这种吹风的事情 不是 就算把他吹到墙上 吹散一点也可以 也没用 只是大家都后退了一段 你可以 这样你跟他开身外的时候 你把另外两个人在身外外面的去吹走 这个吹比较好用一点 嗯 你不要上来就把四个人都吹到一个点去 这个吹是没有用的 太着直了 你一开始应该等下穆拉丁 然后来了 你先打 先不要急着吹 对 看情况啊 永恒战场现在呢 我们战场 双方打成了 1比1 追选鸟 回合制游戏对吧 好吧 实力相当的顿手 我就一句好吧 HNA想赢 HNA HND还是HNA HND HND HND想赢就把鸟拌了 好吧 这个鸟你们不适合 把鸟拌玩摘加拉好不好 对吧 摘加拉简单 他们没用过摘加拉 就打正常的 他们就三个近战怼脸 我觉得高 我觉得他们正常的就行了 你别玩什么划烧的 鸟是正常的 但是他们 不是 我觉得玩赵加拉 不是 我觉得玩赵加拉也可以啊 赵加拉你 不 赵加拉一定不行 我觉得他们赢的那个 都是三个近战怼脸赢的 我觉得就三个近战起点算了 也行吧 也行吧 这个容错率低一点 有恒战场也适合三个近战怼脸 容错率高一点 也适合三个近战怼脸 他们就选三个近战算了 所以黄战场你三个近战 万一拿不到boss 对 交有必胜的决心 选了三个近战前期 就要拿到boss 不然你先进战干嘛 我为什么要来永恒战场 因为打个黑心弯 对吧 你前排之后就厉害 他不喜欢闹对吧 他们你看这个 智力前面被一个空城计放了一下 厉害就照住了 不是 他们很犹豫 他们看到对方开诅咒 应该是推的对吧 想了半天他们应该是推的 我想了半天 然后就发现 他第一眼是去看boss 他的那边自己boss那边 转了半天 转了半天然后想了一下 对方开自己家的boss 然后就发现 谁都想不通 开了个诅咒跑到自己家的boss 去开了个f4 对 然后就想 你们在打f4 那应该挺远的 我开过f4 没问题吧 结果不知道有一个 他打得太慢了 他们三个人在打 另外两个人还在那边晃 没 两个人在打 三个人三个人 三个人三个人 一开始是狼人跟那个在打 雷家尔是最后过去的 然后他们死出了一个叫做什么 深东击西对吗 先自己家的先搞一搞 对的 然后再跑到这边来 绝杀 让你以为说我们并不想 这个叫绝杀 打架或者抢推 我们只是想清一下眼 这个确实有点智力 当我们都看不懂他们在干什么的时候 他们干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最后还成功 这是很灵性的一件事情 看结果他成功了 成功了就是王子 成功了就是灵性好不好 成功了就要催 如果失败了就要扁 失败了搞毛啊 自己家f4要去开 过来抢f4就抢不到放节奏 对不对 成功了那我们只能催了 这没有办法 好的那这个圈地这边先翻 怎么手办 这有黄战场他们可以忙一忙一波 好 还是要要拉吗 再拿十九吧 他们这些村子 这个图应该不会吧 上狼吧 你要忙就上狼啊 真的别拿十九了好吧 我觉得你们打十九赢不了 上狼吧 好吧 好吧 作为一个专业解说 作为一个教练 我觉得你们打十九赢不了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别拿十九了 没有他们说在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站起来吗 对吧 不不不这个就 这同一个人不会在同一个坑里面掉三次吧 会的 经常发生这种事情 这个事情经常会发生 一个坑里刚刚跌了 然后 然后第二天醒来以后 是又去那个坑再跌一次 所以弄这样 在这方面很有经验 不不不不 只要我看到没人干过这个事情 好吧 搬掉了睡衣地的 这边办了扎加拉 放你是就要不要 别选择就别选择 冷静 好 太软了可以 就怼 起脸 关键是 哎 舔王拿了太软了 这个图舔估计也不太好用 德哈卡不太好用 没有其他图优势那么大的 但是上还是可以上 这个图还是可以上 这个图还是可以上 德哈卡什么图都可以上 但是只是有一些图会占优势一些 只是有些图可以把他Z的那个功能性最大化 所以我们拉林加黎敏啊 还是要对对对了 感觉黎敏 那他们谁拿到谁赢啊 主要黎敏就是如果一旦剪圆他那个刷新的那个特质 我觉得他这一手要拿鸟人了 不会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不拿 你看到吗 很有信心 上来我就要拿包 我觉得他们 对等下再接手鸟人 我觉得可以 但是会不会被搬呢 哦 哦不对他们这边 那样不会搬 可能我们自己有机会拿的 那样如果拿给他买 我觉得他们打Boss很快啊 是很快 他这个明明在点主意的那个 你上了西亚瓦拉斯就要考虑打Boss的点 你必须要抢到Boss 否则西亚瓦拉斯终于发挥不出来的 他这三手都是打Boss的点 特别是第一个Boss很重要 第一个Boss西亚瓦拉斯必须不能搬回去全 必须要等到7级以后 这牛头白斑了 这牛头白斑了 对面不会拿牛头 先防范一下 也不好说 他们这个太软架牛也是有可能的 再来个狼很完美 还是有点慢的 他应该是拿烧药了 生亚的话就缺空了 前期干架可能不太行 泰兰特 帮你捕手泰兰特 他看来是要抢狼的样子 哎呀 想了想 他就放烧药了 他这里要的 应该是桑亚 你拿牛头就是 打小鬼摸杀人 哎呀 聪 聪明点就把这个狼拿了 聪明点就把这个狼拿了 机智一点 把这个狼拿 好的 好 双狼 上个阿巴瑟是什么鬼 他要打双狼啊 哎 不是 他不是拿了聪明吗 对啊 两个后排怎么上阿巴瑟 很被动啊 他这样就等于没人占阵型了 这个我觉得他们前期又要爆了 拿个狼很对 但是为什么补一手阿巴瑟呢 这个狼阿巴瑟本来就不太厉害 其实本来是可以打的主要是 如果是 上上 我觉得那个 上牙更好一点吧 前面他打了一盘上牙 把对面两个吓跑了 这还不上上牙 不是 他 他萨尔可能打后排比 比上牙更强烈一些 他对面有两个后排 两个后排 他就是刚刚那个一个人把两个人吓跑的那个 前面两个是近似 这两个是后排 这两个后排可以封证他 所以选那个萨尔直接奔地板奔回来 好的 双狼先生准备我们进入拉比赛当中 好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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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证明自己啊 我刚刚是那样子 但是实际我的鸟人是很强的 对吧 不能因为一个小的失误来扯定我 这个鸟人 这个鸟人我有一句说一句 他确实声音很大 就表现 对吧 不然间扛不住了 太阳走 打前派还是比较快点 一个三连前派就要跑了 看完这个事就和老人在一起快的玩耍 就声音大 没用有用点 他大拖鞭了 这个锤子 对线其实鸟的锤子挺难重的 好嘞 锤 还没锤到 还好他异得非常难快 鸟对线的时候很难跌这个锤 鸟单子对线的时候跌锤很慢 直接锤了 看到你上路去了一个木拉丁对吧 主要还是 那个鸟锤子 你选择了鸟锤子 你钦线就慢了 钦了线就没办法跌锤了 而且又难锤到 对 特别是在单独对新的事 想对这个鸟人搞点事情 杀不掉的 他自己掉两个门牙 好 马你回来了 看有没有机会 开一波 没有 没有 他们这个正面3.5打对面4个 哎 这个前肌 前肌很难耽误搞事情 你要是换的话 他们防守啊 我觉得可以直接拼速度算了 拼速度还有机会 这个防守有点 鸟飞过来 哎哎 这个狼狼最后赶到了 出了一下 这个萨尔有点太跳了 武森 武森 武森怎么就没动过啊 从头到尾 刚刚其实杀了人就跑了 就可以了 这个防守 太练神了 你分个狼锯打吧 你这样还是靠谱一点 但是你这个正面 跑黎米球砸空了 没有什么伤害了 分个狼打分完了 你这样就互相平rash了 能打到多少打到多少 这边就稍微耗一下盾吧 这边又过来防守 为什么 这个防守可以有机会 他们辅助没有状态了 看锤子 辅助没有状态了 关键是这个老口没有状态了 他们要继续恢复一下 但是一个人都没死 没留住 全部留不到人啊 那还是要换boss 换boss的话 你始终是换不过对方 对方打得太多了 这个狼一个人再慢慢打 这个萨尔什么鬼啊 哎呦 还好这个球没中 他们要强打了 抢A 双电盾抢A 前击差太远了 可以走了 boss要掉了 这木拉丁标台还送一个 黎明这个位置 快跑吧 没有空 没有空 他这里主要留不住人啊 没有空啊 对 他们就全靠木拉丁这锤子 一锤定江山 不是 那个是HND这边 一个空都没有 对 留不住人 只有一个定 一个减速图腾 两个很软的控制 武生这是上来卖个过展了 果然是卖到了 但是能杀吗 哎 这个boss晕 这boss实力帮忙 晕了一下 晕了很久 本来有 这太弱了被打得好疼 所以两边控制都没有什么 就 木拉丁那个锤子最硬的 这边这个阵标本来 前排就很难占得住 他只有单一个前排 本来就前排挺难打的 好 换了两个梅牙前期差不多 可以接受 阿巴特能拖到10的话 估计还有点 看双狼怎么打 就拖到 不要等级一级内能接受 就可以拖到10级 靠双狼看能不能打赢 血型男儿 阿巴特 阿巴特不是应该是个无性的东西吗 哦他这边要杀 这留不住人 只有减速 只有减速 可以杀在这个狼 这个狼应该没有技能了 哦一个 这武生有Q吗 跳出来跳出来 哎 直接跳进去 这么凶的了 不是 还好还有对面是比较 没技能 还好阿巴特没有孵 我靠 哦 不然这个蜜蜜蜜 还真有机会杀的 这个武生 残血还在前面战斗 我感觉这番就 黎米又一打不出来 就有种种感觉 他每次就是技能会晚一心 技能命中率不高 技能命中率 砸歪了 这感觉就是队友给上控制什么的 他都会晚 他就开野了 开野是对的 第二个boss 第二个boss 风暴反正你没有事情干的时候 你就去抢中立的东西就好 抢东西 吃完现在抢东西 那上路的话要分个人就守一守 万里想过来抢野 但是来不及了 boss马上刷新 这个boss很关键 阿巴瑟能不能平稳过住这一波就看这个boss呢 这一波其实对于两边都很关键啊 谁拿到了这个boss谁先到10啊 主要是阿巴瑟前期很悲动啊 这个抓掉就有机会了 有丢 有个W被踩到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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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到处都是W 对 风路W 他是刚刚看到这边马上要伸出来不敢踩 这个很关键你不要守了吧 直接去Rush啊 都杀了一个辅助了 这阿巴瑟负了 不能打了 这阿巴瑟估计 前面在清线啊 必须把这主要F7清掉 看下这波 这波还是要正面团一波 这边在等辅助出来 这个卡清姆状态不好 对 他要需要的话持续就不行 这阿巴瑟为什么要双美黄 我觉得他可以爬到下面去 这布拉尼一个顶住 布拉尼这个太跳了 哇 赶紧跑完 感觉就有点危险 一个盾 救一下 没有问题 这个狼狼被解数了 哦呦 还好有个跳板 跳了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太轮了刚好在前面有个跳板 如果他没有了变狼形态的话 这波狼直接就死了 现在要换boss 还是比较亏啊 这波已经打了很多了 还换ND选择首boss 开轮电盾 这个球砸得很结实 砸到两个后排 他们这边靠灵敏慢慢耗好了 我就狼人 狼人对狼人赶紧回去 他这边再继续耗的话很危险的 不是 他这个boss水掉太多了 守不住的会会耗死 而且你等会守着守着对面就死了 还是上下路 我觉得就互打boss吧 你打掉一点盾也好了 他要这样的话就是立马强开 但他们这个强开阵容 有一个问题没有控制 对他没有强开性的 除非到时雷霍萨尔那个列地晚一列 他这个这波你要开就果断一点 别跟对方耗 完了完了 直接太乱了 Q上去开啊 果断 对方老实就没有办法 他开不起来了 他开不起来了 那他只能这样开啊 那还有什么办法 上耳绕后打不溜 不可能的 这个 只能这样开啊 没别的办法 他们本来就没有空 要倒实了 这个武神下面的黏住 怎么黏 这个阵容就是对对方 被对方先手打boss 你没有办法 耗不耗不过对吗 这边怎么过来防守了 实际赶紧去打呀 把boss打了 这个boss盾很厚啊 觉得留人 能不能秒了 应该秒不掉 秒不掉 这边控制也不足啊 是 直接进化掉了就可以了 回复一波 这个boss 盾接近一个满盾的 直接喝口拳 反正如果 他们下面好像没权了吧 如果hnd 慢慢守的话肯定亏 他们要不就出门抢开一波 慢慢守 这个经验肯定会被拉开 这阿巴斯还能上路吃经验 嗯 这个外宝肯定是掉了 这boss盾太厚了 我阿巴斯那个位置是吃不到的 他要再往前摩一摩 他不敢啊 这边有鸟 慢慢慢慢守 这个我估计会被拉一次 不是鸟在线上的话 其实我觉得他可以去的 鸟 外一这个飞到你直接Z的话 还可以 阿巴拉丁要强开了 挑进去的强开 那个鸟的位置不好 往前翼 这个地板可以的 放的不错 但是后面有两只狼 这圣灵狼给的好 是的 巴西奥马拉斯扑死了 后面两只狼 还有一个假狼 狼狼 这两个狼排排在 这两个狼排排在 怎么这么违和 这两个狼排排在 这个两个人吹风 加减速图腾就得好 反正我觉得 AEN进入他们的强势期了 还没还没还没 这个这个狼狗 这个狼狗有机会抓的 他往反跑 他刚刚碰到一只狼 刚刚那波没打好 我觉得H&D还是有机会的 这个狼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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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这里萨尔没有大就很难打 萨尔跟泰瑞尔大招都太重要了对于他们来说 刚他们那个大放的其实还不错 萨尔奔的还可以 但是那个沉默剑感觉 放虫了主要那个他因为急了 奔的时候放那个圣化 对 那个时候其实他们很安全不用放圣化 要过个几秒钟 他主要那个圣化没有护到后面那个西亚瓦纳斯 西亚瓦纳斯被那个狼 两个狼直接扑掉了 马上十三起来 将进入一个天赋优势 这个卡拉西姆圣灵长放的挺好的 很极限 哦呦这边踩了一个W去 全部下来的 马丁一个人 诶这个跳的位置有点尴尬完了 这不死也残废 这开他也死了 不死也残废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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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死残废直接死了 他张脸跳过来是什么意思吧 他反跳要比真跳好 这个吹风救命了 去救死 别开了吧 穆拉丁实力送温暖 给他开boss的时候 给了对方十秒的时间 给你们打boss 不是送对面到十三级 哎呦五身 还好 不能被想开啊 但这个牢还有阿拉瑟不能死 他这里也死不了 死不了 可以救的五身 五身还有大呢 嗯 这边给了对面十秒 打boss的时间 刚刚还是个卢亚区位 这个穆拉丁太能力了 十秒多多时间 大概能打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主要是送节奏啊 而且送对面 就安安心心到十三级 进第二阶段 打了一半 诶 吹歪了 关键还是个卢亚区位 不是是个防守卫 防守卫被打boss很伤的 啊 也到rush位了 那这个boss 我估计要被H&D给收掉 这盘把优势送回去了 这边慢慢耗就好了 嗯 就一点点蹭不要急 喝口拳 状态恢复一下 慢慢过来耗 萨尔电两下 鸟为什么要捞一群过来 还交了个 交了个E过来 哎 这边后面 好 吹的还可以 吹这个可以 哎 这个奔歪了 哎 这个奔歪了 哎 这个奔歪了 怎么这个 他怎么又是一个人 对啊 他们他应该想奔两个 这个假的狼线 关键还是把武神给奔出去了 就等于送他一程 这个护交技能以后 这个boss还是被FH&D收掉 满盾的 这个boss很凶 主要塔也退掉了 哎 刚刚就是这个木兰丁送了波温暖 就是圣剑送你到13 万家送你宝 然后再送你半血 对啊 连环送嘛 送温暖啊 嗯 这边要强开了 这边强开了 这个满盾的boss 他们觉得不强开守不了 阿巴斯没没大呀 阿巴斯大还有20秒 去也 阿巴斯大招还是挺快的 真布拉丁跳的 我都看不懂了 哎 为什么这边要开啊 放也没有大 他们觉得可以打 这个正面很软啊 后排已经被冲散了 只要这个太乱 把里面的竞争权挡了 他们这边伤害就不够 打不过 打了一波 尝试团了一波打不过 那这个半盾的boss怎么办 这内宝肯定没了呀 嗯 还需要把他撕在 搞不好不要死人 死人就被一波了 一波死人还能活一会 所以这个黎敏跟他去吧 你这半选 两个黎敏 抢手boss 他复制黎敏 我觉得他要抢手不如 穆拉丁站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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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现在已经不敢上了 他复制的复制 分地板 哎 boss还有那么大一关血 这里感觉 这里感觉死人也要一波了 感觉 主要他们撞下太好了 有事的话吗 还有20秒 这边撞下太好了 对还有20秒 强行一波 20秒有机会了 都16了 催疯了 哎 你行不行 别追了人哪 追死了还好 追死了还好 万一追不到 打基地啊 boss快掉了 为什么不吹啊 吹风啊兄弟 不用吹风也赢了吗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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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一下 我知道他为什么不吹了 FND 四宝了吗 吹一下 我知道他为什么不吹 就是别吹 他吹的都输了 哎 哎 不会出事的呀 差一点出色吧 他觉得是这个 他暗了 还好暗了 哎 他为什么到此都不吹一下呢 你看吹风还在哪 他吹了两 前面吹了两盘是不是都输了吗 早吹就硬了呀 好像弄他说的是很有道理呀 他早吹就赢了 好不好 嗯 哪怕刚刚就是这盘 吹的是救人的 但是全都是输了 最后这波真的应该吹 对吧 是应该吹吗 进去就应该吹了 对啊 直接把下两边三个吹了 刚刚吹的位置这么好对吧 没关系 赢了就可以了 你管他又没有吹风了 就是 赢才是硬道 我就当空大了 就他没有这个大法 不是阿建已抠 对吧 送这个阿 好的 还是恭喜一下 好的恭喜H&D 二比一拿到季军的 对 讲了很多次了 这个阿巴瑟啊 不要上双后排 太软了 阿巴瑟这边太软了 就你这张图要打双牢 你就只有一个狼人